这个点了你看街上连个银都没有 那还有个银 哈喽晚上好 现在是晚上九点多了 你们睡了没 看我这样不想干好事是吧 老冷老冷的了 现在我俩出来坐核酸来了 白天排不上队 只能晚上出来坐 现在是晚上九点半 开着车跑五公里出来坐核酸 听他们说的是 是这边这个医院24小时坐核酸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啊 过去看看吧能不能坐 好像是这能坐核酸 排队呢 哎呀赶紧赶紧赶紧 人还挺多 终于坐完了 快跑啊 快跑啊 零下20多度 手都动的都得瑟了 戴了两层帽子 哎呀这么多人过来坐核酸呢 我到家了 哎呀 好就停门口 哎 吐了 快跑啊 冲啊 屋里好暖会儿啊 哎呀 又干净去量桶水 不是我喝了啊 刚才给海参换水 又量桶纯净水用上了 这两天大家有一位阿姨 有一位姐姐啊 给妞发私信 说妞我想问一下 就是怎么区分这个野生海参 跟养殖海参 咱们先来看干参哈 这边这个呢 就是养殖的蛋干海参 这边这个呢 就是野生的蛋干海参 你看他俩在这个肉眼上来区分 就是养殖的 你看他这个颜色 基本上为一个颜色 个头呢也比较均匀 是吧 你看这个野生的呢 就是颜色有 你看这个就深 这个就浅 这个就瘦 这个就胖 这个就是这种形状 就是他这个形体不一样 颜色深浅也不一样 再一个呢 就是从刺儿上来看 这个野生的小海参 这个刺儿你看 就特别的多 刺儿特别的大 特别的密 你看这个养殖的呢 就是刺儿特别少 特别的稀 而且刺儿的小 这个是一斤60个头的干生 蛋干海参 这个呢 是一斤200个头的蛋干海参 这个是60个头 这是200个头 放在一起 你看差多少呢 差老大一截啊 但是你别看这个是200个头 这个是60个头 它们泡发起来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呢 就是它们泡发起来以后的一个对比 这个是刚才的干生 这个也是干生 这个就是干生泡起来 泡起来以后 它们的颜色基本上也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野生的就不是了 你看干的 干的这么小一个 泡发起来之后就这么大 你看颜色也是 都不一样 而且这个刺儿特别的密 特别的接 你看啊 这个是60个头的 这个是200个头的 你看放在一起 就是基本上你看 差不了太多 我再拿一个这个 这个是咱们家150个头的野生海参 你看150个头跟60个头 就跟这个60头的 是差不多大的 看 这就是野生海参 你看泡发了以后 它的颜色都是不均匀的 而且刺儿呢 都特别的密 而且特别的尖 刚才咱们看的这个呢 就是养殖海参 跟这个野生海参 放在一起以后的一个对比 就是肉眼上能区分出来的区别 其实这个养殖的蛋干海参 如果说能买的好的 也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呢 这个养殖的跟野生的 如果说放在一起比 那肯定是野生的这个海参 它的营养成分口感 要比养殖的要好很多 你看这个野生的海参 就是那小个的 300个头的 它在水里都生活3到4年 那再往上的 就是5,6年 7,8年 甚至10几年 所以说跟这个养殖的比起来 口感营养成分要更好 当然这个也要看个人 有的呢 他就喜欢吃养殖的 就是看上去大 肉厚 那有的人呢 就追求这个口感跟营养 追求这个绿色食品 他就会选择野生海参 这个就是看个人的需求 所以说这些东西啊 咱吃它 为的是让身体更健康 是给大家的身体带来帮助 所以说 尽量的吃一些绿色的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我睡觉了 咱们明天见 拜拜